手里拿着光学断层扫描仪 轻轻贴着脸上皮肤滑动 电脑萤幕里出现高解析度的 皮肤组织断层结构 一旁的专业人员只需要做简单的解释 脸上皮肤状况马上一览无遗 因为你的那些血管的这些特征 都还蛮明显的 就是真皮层的厚度也算是蛮厚 蛮正常的 胶原蛋白的含量也算还不错 现代人要看面子更要顾理子 皮肤照护一目了然才能对诊下药 这让医美诊所等相关业者 顿时觉得上级无穷 医美的诊所到一些美容医疗中心 到皮肤科医师 其实兴趣都还蛮高的 看到这个手持式光学断层扫描仪 重量轻到单手就能操作自如 具有高解析度 及时肤质检测 更重要的是无辐射风险 它跟一般我们习之的电脑断层不一样 就是说电脑断层是有流力辐射的 那光学的没有 而且它的解析度还更高 强调非轻入式的高阶光学影像仪器 可以及时呈现皮肤组织的断层结构 可以清楚了解表皮状况 真皮层厚度分布 胶原蛋白含量 毛息控状况与肤质形态 的确是医美的好帮手 不过在此之前 这个技术竟然来自于眼球 过去这个技术可以检测 视网膜厚度 黄斑部破洞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以及老年黄斑部病变 而生意所发现 这个技术也可以用在肤质检验 但研发过程得面对许多挑战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有一次我为了调整 我们一个准直径 那花了大概两天的时间 我的演算法主要是 光学断层扫描仪 截取道的干涉影像 并解条还原真实的影像 打破传统体积与重量的限制 这是整个团队12个人 花了四五年的成果 当然我们最感激的 首先是经济部技术处 有给予进化的经费的支持 每个创新发明 都是一个呕心力学的过程 手持式光学断层扫描仪 大售保养品专柜与医美诊所 青睐 美丽商机无穷 也为台湾化妆品产业开拓 另一个新男孩